特別公佈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病例的定義 主要是對於在居家隔離、自主防疫、居家檢疫的對象 使用家用新型冠狀病毒抗原快篩試劑檢驗陽性 且經醫事人員確認即為確診 我們修訂了確診的定義主要是這三類的人 基本上染疫的風險相對就是比較高 所以再加上有家用的抗原快篩檢驗是陽性 醫生各類的症狀情況就是判斷 應該在確診上面應該是相對的是沒有疑義 所以我們修訂了這樣的一個病例的定義 也避免這些在居家隔離、居家檢疫 他要為了要出來確認的時候 那還有交通相關的一些配套 增加整體在行政的一個負擔 於居隔自主防疫、居家檢疫時間 使用家用快篩陽性 那時候就不可以外出 那可使用健康益友的APP 或聯繫所俠的衛生局安排 也透過遠距醫療或視訊的方式 由醫師確認快篩結果 進行評估且通報 民眾或評估的醫師對於快篩結果 陽性的結果 如未有共識或有疑義 仍可通知衛生局安排做PCR的檢驗 基本上還是就是說 如果在被確診的話 他是陽性 那醫師也認為他可能是 雖然是在症狀各方面判定是陽性 可是他還是認為說 他應該的可能性很低 那因為這還是有相距後來的一個 治療的一個必要性 如果沒有辦法 有這樣的一個共識的時候 那就另外再安排做PCR 做最後的一個確診 所以一個補救的一個措施在 那後續由地方政府衛生局 依確診個案收支分流原則 請個案於住家或其他指定處所 進行居家照護或隔離照護